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来又聊到了孩子 你说起孩子 其实我刚才也想了很久 我们现在失去了所有的东西 并不是因为我们无能 而是因为树大招风 所以我在想 靠自己的才智和力量 重新崛起 你想怎么做 晓菱你知道吗 我们家以前 除了有一个营造厂之外 还经营一些布料筹断的生意 后来我父亲去世了 家都败落了 但是我从小而如沐人 还是有一些经验的 我在想 不如我们开个筹断店吧 而且名字我都想好了 就叫卢帅庄 只是现在还缺一些本钱 卢帅庄 不好听啊 要不把你的名字倒过来 叫飘帅庄怎么样 飘帅庄 好啊 那就叫飘帅庄 至于本钱方面嘛 你也不用担心 虽然我们的家产都没有了 但是我还有一些私房钱 虽然做不了什么大事 做些小本生意 还是没有问题的 就算 真的不够的话 那 我也可以变卖一些 我的手势 夏琳 你对我真好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不过你相信我 虽然现在我们摔跤了 但是总有一天 我们会站起来的 我要让那些 看我们笑话的人 统统闭嘴 谢谢 谢谢 继续看看吧 继续看看吧 那边请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夏琳 没想到今天第一天开业 就有这么多人 咱们的货平好 东西又便宜 自然客人又多了 你看着吧 用不了多久 咱们就能成了 太好了 欢迎光临 里边请 里边请啊 里边请 水漂 没事 你在店里看着 我过去看看 小心点 我过去吧 恭喜啊 车老板 祝你开业大吉 生意兴隆 谢谢 你今天在我店门口 这又是唱的哪一出啊 那什么叫唱的哪一出啊 你这话是怎么说的 我这一番好心反倒成坏人了 当初我可让秦淑媛去劝过你吧 叫你见好就收 我说你不信你赖谁啊 我说司马公 今天是我开业的好日子 你不会是跑来数了我的吧 我可没那闲工夫 我呀 今天是来帮你 我问你 这上上下下你都打点好了吗 打点 我自己开店做生意 正照齐全 我要打点什么的 不是 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啊 在上海南京路上 开门脸做买卖 三叫九流你不打点好喽 你就买卖你做得下去吗 我帅飘现如今做点小品生意 养家糊口 还非得懂这些乱七八糟的规矩 司马公 你要是真想帮我 就进去买几笔绸缎 给你那帮兄弟啊 做几套像样的衣服 不买也没关系 别在我这店门口堵着 不是 空哥 怎么意思啊这是 这小子不是他妈 狗咬吕东斌不是好人心吗 你说哥几个这么帮他 他不但不领情 还倒打一耙 他要干什么呀这是 啊 行了 吃了亏他就知道了 走吧 护车 去买 强 来 干嘛 局长 嗯 南京路上新开了一家绸缎行 叫什么飘帅庄 这生一个好的不得了啊 小帅庄 名字这么奇怪啊 哪条道呢 他们哪条道上都不是 我问了76号和青帕 他们都不知道这回事 哪条道上都不是 他就敢在那开店 这个呢 我问了弟兄们 他们没交保护费 弟兄们没拿钱 倒是够大的 这点规矩都不懂啊 您放心吧 我会处理好的 什么时候去 当然是等他们打烊的时候 那个时候钱多啊 好 局长那我走了 清了 好 金兰花扎蜜 小林 你怎么能干这种活呢 那伤着身子怎么办 没那么金贵 今天收入怎么样 你来 今天的生意啊 出乎意料的好 咱们的流水啊 都要上千了 这么多啊 太好了 卖绸缎的生意兴隆啊 卢大小姐 原来这是您开的店啊 我说您怎么没到警察局 报备啊 我们开店做买卖 跟你们警察局有什么关系 卢大小姐 您这就不懂规矩了吧 您可以到街坊四邻开店的问问 哪家开店不到警察局报备啊 你不过就是想借口收保护费罢了 我们刚开业 没钱给你 您这话我 我说 你们警察收保护费这个规矩啊 我是知道的 但是我们是小本生意 而且刚开业 你说吧 要多少钱 你们这店 规模也不小啊 今天赚了多少啊 刨具本 两百六十块钱 两百六十块 真的不少啊 请给我拿两百块吧 你这不是抢钱吗 我们一共才挣两百六十块钱 你就要拿两百块钱 你还让不让我们活了 卢大小姐 您瞧瞧您这话说 您说我们当个警察的容易吗 这每天 起早贪黑 兢兢业业 任劳任怨的 为你们寻接保平安 我们就拿这么点钱 您就跟我计较呀 行了 别说了 少彪 这些两百块钱 你拿着 这可是最后一次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我们本来就是小本买卖 还要养家糊口 就不能体谅体谅我们吗 我体谅你们 谁体谅我呀 我告诉你小次郎 别不识相 这是我们的地盘 你要是不识相 我就封了你的店 我都是水 的 你不识相 我扔连你 我扔连你 你得不肯定核 啊 卢大小姐 您还以为是您爹当市长的时候呢 谢谢了啊 好了好了 小林小林 别生气了 别生气了 没事的 许飘 这是什么事的 这些警察他们太无耻了 好了小林 麻烦 有鸡 看 走你走你走 进来 糊了 糊了 又糊了 董事长 局长 你这些什么 不是你那不是药鸡啊 你是花啊那是 你是炸糊 炸糊啊 谁来你买这么小牌子 拿钱 不是 什么买这些小牌 不是 炸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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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三婉 怎么现在才来呀 啊 干你办的事呢 您所做的事都办好了 那个店谁开的 熟了没事 使睡飘和奴隶 去到这儿吧 吃 走 咱们 去 是他们 我说 飘帅爽 听着就别人 行啊 这下 他们落到我手里了 这下 这个小庐林 可就逃不出您的手心了 自然啊 他被从通商银行赶出来 这个兴帅子就销声匿迹了 没想到他跑咱这开店来 这不是倒嘴边上的一块肥肉吗 局长 那你说咱们下一步怎么办 把他给查封了 庐林本来应该是我老婆 让帅挑这个小子给抢去了 给我脑袋上戴了这么大一顶 王国绿帽子 这口气我咽得下去吗 老妈 你玩点手段 咱好好玩玩他 把他给我玩绿喽 局长 咱们还用兜这么大一圈子 直接把他给废了不就完了吗 你懂个屁呀 猫捉老鼠 老鼠怎么死的 那被吓死的 我的目的不是帅票 是庐林 我发过誓 我要让屋里会长爬着来求我 我等的就是这一天 局长您英明 您这么一说呀 我就明白了 我明天就去办这件事 你们住手 你们昨天来丢老鼠 我们已经给过你们了 你们今天还来等吗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我接到举报 说你们这里卖走私物品 我是奉命来搜查 我们的绸缎都是江浙产的 你说我们走私 我们从哪儿走私啊 哪里 当然是匪区了 江浙都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 你说那是匪区 那就是对日本人不敬 少他妈废话 我说走私就是他妈走私 跟我好玩地操 你们这是无理取闹 是栽赃陷害 你们要再 再不走 我就给你们拼了 你还敢动家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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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动家伙是吗 你还敢动家伙呢 懒人 把他给我带回群里去 你不要先抓住抓我好了 你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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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报复局长 我们接到举报 正在搜查 走私物品 嗯 嗯 帅博士 老马你长不长眼睛吗 啊 帅博士什么人啊 人家是银行的总经理 上流人物 能干这种龌龊的事吗 去这 去 走 我都会捕哈 嗯 现在就知道了 你还捕过 你还捕了 小民党 你还捕了 撕 那就 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过去了 这涉及到共产党 这是栽造陷害 我们就是开布店的 跟共产党有什么关系啊 你喊什么呀 人赃俱赛 来人 把他给我带回局里去 带来 你们凭什么招 你们不能带他走 水瓶 晓菱 晓菱 你们不能带他走水瓶 你们放了他水瓶 卢小姐放心 我不会为难她的 我就是带回去问一问 不过 她是否能早回来 那就看卢小姐你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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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鲁妈 听说过夜出事了 让警察局的人给抓走了是吗 这就是一个陷阱 是盼他有意陷害的 鲁妈 你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今天有人送了一封信 所以我就赶紧来了 谢谢 牵扭 我 选择 来 那是 我 你怎么 小军 出什么事了 盘他在大花旅店 订了一个房间 让我晚上去找他 只要我去了 那就放了帅票 如果我不去 他就要把帅票送到日本县兵队 这个艾倩到的 他还没死尽啊 罗马 小姐 顾言要是真的进了日本县兵队 那肯定是活不了了呀 难道你们就没有想过 和抗日的力量结合在一起 就像当初杀的陆湘安那样吗 这样 罗马 你去大煤晚报找刑书员 把这件事告诉他 找他 有用吗 对了 老爷生前认识那么多日本人 你去找他们吧 我就算是死 也不要跟日本人打交道 罗马 我们住了他 没有别的办法了 去吧 好 小姐 你赶紧回家吧 不行 我要去找周怀海 他是判他的上司 我要把这封信给他看 好 那我走了 你快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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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嫖 你也有金钱 他怎么还笑呢 他怎么还笑话我呢 接着抽 等会儿 你这上家只能给他留一红印 带点水抽 一鞭子就让他劈开肉寨 拿上 抽 是 拿下 出发 作曲 冰刀 冰刀 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杜小姐 我刚才问过了 周市长他今天没来 不再问公事 那你知道他在哪吗 我怎么可能知道他在哪 他们那些大人物的行踪 怎么可能告诉我 可能在家吧 你是谁 你找谁啊 那个 我姓鲁 我是个佣人 我找邢小姐 不不 是我们家小姐 找邢小姐 你们家小姐是谁啊 鲁林 那个鲁小姐 卢孝安的女儿 对 她可以去找日本人 为什么要找邢小姐 我们家小姐说了 她就是死了 也不会和日本人大交道的 先生 那个邢小姐 她到底在不在啊 她现在不在上海 她出差了 走了好几天了 这可怎么办呢 这真是急死人了 急死人了 你把整个情况 跟我简单地说一下 没准我还能帮你呢 真的 局长 我刚得到消息 卢林去了市政府 找周院长去了 找一呗 周院长根本就不在办公室 在家呢 我刚打了电话 那院长怎么说呀 院长说没事 这件事情我帮你处理 那这兴帅的小子怎么处置啊 那就要看这个卢林 他去不去旅馆了 他又真去了旅馆 你就用车 把这小子给我拉出警察局 你还真要把这小子给放了吧 糊涂 只要把他拉出了警察局 他是生是死 那就不归我管 上海天天都在有枪杀 他在外边死 天知道是谁杀了他 跟我就没关系了 还是局长您英明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谢谢局长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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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这儿来有什么事吗 我丈夫帅飘 被盘达无故栽赃 抓走了 我希望周院长能下令放了他 所以你就应该去市政府 而不是到这儿来 请坐吧 不用了 我只想讨一个说法 我要进周院长 谁这么大口气啊 周院长 说想见我就见我呀 叔 卢小姐啊 来来来 我想请您下令放了帅票 他被潘达抓了 好 刚才潘达给我打电话了 我知道了 我听说你们新开了一家绸缎行 生意还不错吧 不错 开业的第一天 赚的钱 就被强行地收了保护费 第二天 就被栽赃关了门 您看看这个 我只想问一句 上海还有没有王法吗 卢小姐 请你说话不要这么尖刻 否则 我们这里可就不欢迎你了 夫人 不要生气 卢小姐的心情 我们可以理解呀 这个潘达呀 真是一个小心眼 他还是总记着 你们以前的事情 还说什么 你们跟抗日分子有关 真是牛头不对马嘴 纯属信口开河呀 周院长 这么说 您愿意帮我们 我可以下令潘达放了帅飘 不过卢小姐 有件事情 你要帮我忙啊 通商银行的关键文件 你知道是什么 我听说林主任派人到你们家搜查 你们没有交给他 我们给他了 帅飘没有撒谎 是林世群撒的谎 哎呀 帅飘这个人哪 他的话不能相信 怎么样 胡小姐 我就这个条件 你把文件拿给我 我下令潘达放人 否则这件事情 我无能为力 只能靠你自己解决呀 我今天终于知道 什么叫做天下乌鸦一般黑了 之前你们跟我要制作房子的时候 你们说要建一座佛堂 我今天来了 我没看见什么佛堂 我看见的 是痴人肠 小姐 你找到周海海了吗 她答应了吗 指望那些人发山心 那是痴心妄想 你找到邢小姐了吗 她怎么说 邢小姐她不在上海 对了 我遇见了一个姓郑的先生 她让我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我原先以为她会帮忙呢 谁知道 她把事情听完以后 她什么都没说 她就打发我回来了 小姐 看来我是白跑了 找到邢小姐也没有用 她帮不上忙的 看来 我没有别的出路 小姐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答应潘达 陆玛 去帮我放个洗澡水吧 我好累 我想好好地洗个澡 晚上 再去大花绿店 什么 小姐 你不能这样啊 你还患有身孕呢 你不能这么遭倦自己啊 我还有别的办法吗 为了救衰票 我什么都愿意做 我来分配一下任务 今天晚上 局长会去大华旅馆 如果庐林赶到了那儿 局长会通知我们方人 你们把姓帅的 拉出我们的管辖区 随便找个地方把它给做了 尸体嘛 就扔到大街上 记住了 动作要快 干净利落 不留把柄 都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行动吧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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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准备得怎么样 局长 我都准备好了 我就在这儿等您电话了 他刚才看我那个眼神 让我起一身脊皮疙瘩 他多活一分钟 那就是一分钟的威胁 明白吗 局长 这小子都生半条命了 您担什么心 再说 过不了多会儿 他就横尸接头了 构成不了对您的威胁 您呢 先去养精蓄锐去吧 局长 来 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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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您好 您就是卢小姐吧 我是 潘区长已经到了 他在房间等您 二楼又改第三间 你像浪花的照人蜜 你像梨花的年年蜜 看到了没了就想到了你 没人了我爱你 你像浪花的照人蜜 你像梨花的照人蜜 请进 你挺准时啊 怎么样 我让他们布置这个房间 你还满意吧 你在这个房间里 玩弄过多少年了 我给你蒜子 一个 两 三 那年十个 加上你 我有一点记不清了 不过他们和你一样 都是到时候准时就来了 我真的没有看错你 你 你就是一个流氓 我就是个流氓 我是个大流氓 怎么着 我听说你今天费了不少的周折呀 还去找周院长 结果怎么样啊 你还不是乖乖乖的来了吗 喝点酒 来来来 先喝杯酒 走 我来了 你答应我的事呢 看来你是不相信我呀 我潘达是个守信用的人 既然你来了 帅瓢我肯定放 不过 你等咱俩完事以后 你就是一个无赖 我现在就走 等等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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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们马上把帅票给我放了 这是我的命令 怎么样 我答应你的事 我办了 你答应我的呢 请不吝点赞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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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你急死了 你放开我 还是在这儿还是喘 你急什么 你说你放了帅票 我凭什么相信你 你看你这人 我刚打的电话 你不都听见了吗 那也只是你的一面之词啊 我已经跟鲁妈说过了 只要帅票他到了家 就会往大华旅店里打电话 只要他打了电话 我答应你的事 我 这个 对了 鲁林你看这样好不好 我现在再往警察局打个电话 我让你亲自听好不好 不用了 我只等鲁妈的电话 哦 我再说 遅满 刀 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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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 这不是回我家的路啊 帅先生 我哥几个送你 是不是来请我们 吃个宵夜啊 可以啊 那我们去新世纪吧 不不不 帅先生 我们这种人啊 就喜欢吃茶摊 前面有家茶摊 味道特别好 我们就去前面那里吧 信我那没错 我们下来 我们是来救你的 你们是什么人啊 刑事院的朋友 潘达射了机 要把你拉出上海上了 你怎么知道的 你别多问了 你太太为救你 被潘达骗去大火力馆了 你赶快救她 好 好 等等 有事的话 到大梅网络社找我 谢谢 快去 谢谢 快点 去 走 走 走 细雨绵绵 多美丽的夜 遥望夜空 对你无限思念 你的笑容依然在我心中 荡漾着对你无限眷恋 无眉的夜晚都在争起冬夜 在我心中只有你的容颜 我怎么会忘记这一切 你对我情真一切 我的思念想流星划破夜空 穿过黑夜回到你的身边 我的心愿让恒星照亮夜空 天月就天待你回到我身边 我的思念像流星划破夜空 穿过黑夜回到你的身边 我的心愿让恒星照亮夜空 天亮之天待你回到我身边 青月 美临飞� Cats 我 想你